疫情期间不少民众只能宅在家 长时间久坐不动 再加上饮食控制不到位 导致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提高 其中腰围正式判定代谢症候群最简单指标 成年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 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公分 就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而营养师就针对饮食 提出三滴一高的原则来调整 代谢症候群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 一个原则让大家来遵守 叫三滴一高 三滴是什么呢 第一个滴就是要滴油 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饱和脂肪 高的食物还有胆固醇高的食物 第二个滴是要滴糖 就是要减少这种精致糖类的摄取 还有这种就是加糖饮料的摄取 第三个滴就是要滴盐 饮食调整固然重要 若再加上运动 更能维持好健康 而疫情从五月爆发两个月以来 待在家如何增加运动量呢 小孩律动我会开那个YouTube 然后就看他会玩 跳半个小时 还在做静态的活动 那你有跟着跳吗 跟着啊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他是自闭症 他太胖了 所以我必须把他的体重降下来 所以我就逼他跳 所以你一起跳 对对对对我就跟着一起跳 结果他没有瘦我瘦了 年轻人跟着影片做绿豆 而因疫情无法前往文件站上课的长者 又该如何维持运动呢 我们会上网抓一些原住民的歌曲啊 然后带动作的影片 PO到我们长者的群组里面 然后请他们观赏 然后就是跟着一起动 不一定要很标准的动作 但是就是你只要有动到你的身体就好 我们的话就是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行政的工作 我们本身动就比较少 根据国建署统计 40岁以上高达近5成的国民腰围过粗 而为了远离代谢症候群 除了自我检测腰围 常常动和不咽酒之外 健康吃更是维持健康体态基本重点 原事新闻 金亮米固 台北市新美食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